是不要接觸 不是教你說 什麼隆重無階級 對不對 你說沒有規矩不成荒言 所以不執著也要有規矩 這點你一定要平別 一定要平別就對了 那明別得理的人 主主見言 我們在行報師 那感覺就不一樣了 那一個人 一個人心中無法 你自己本身要先用到自己的福佈 可以集配到你的財富 在一般無法的人 看你會覺得你真傻 心心肯肯貪的錢 到處在送風營 賠償給我們覺得 哎呀你們這個學校的人 改身改無重事就真傻 其實也不是無重事 菩薩你要聽清楚 心中有符合的人 他自己本身就會接受到自己的擁有 所以說 相性越好的人 越有得到的人 他越不會接受到自己的財富 財富就對了 因為他認為說 這個真傻 這個真傻 那麼 是生活之物 是生活之物 那麼 可以省豐 就省豐 可以打到十分來 十分去 共生十分數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但是 一般的 對這副法 觀念不太清楚的人 還是說他自己本身 接觸到他自己本身 趕緊要抓到生死的人 有時候他對著這個人材 他就感覺有排斥 他的感覺對這個人材 那麼去講錢這樣 也不會是他的水 就會被汙染一樣的 所以說 為他就要去表現出冰宮 為有他的冰宮 才可以掩飾後 他自己本身 那麼好像已經有這個倒楞 所以你看看這段無情 為人也要去穿給他打打打 對不對 甚至為人自己本身一天 不自己去批一頂打打的衣 來表現說他自己本身真有道 其實 但是 注意菩薩 你要聽清楚 富貴 富貴 何嘗 不能有道呢 富貴何嘗不能有道嗎 對不對 有些人認為 有些人認為 貴金就很獨立 對不對 但是 你自己本身 如果有貴金 應用得當的話 貴金 不也能成為我們 成就道業的菩提之良嗎 好 貴金 貴金 不也就是我們 弘法立身的 靜財 對不對 也是我們弘法立身的 這個 增上岩嗎 所以 這完全是看你自己本身的 這個 觀念的正確無正確 好 所以 有關這點 有關這點 在 晚上 裡面 那麼 就有一個記載 記載說 有這邊 富貴 跟阿蘭 那麼 兩個人 找一個 幸福 那麼 幸福呢 他走到 這個 殘兵 殘兵 那麼 他就來看到了 一紅的 這個 黃金 當時 富貴就來對阿蘭說 阿蘭 你有看到嗎 那裡有獨自 那麼阿蘭 隨著富貴的威 那麼 看到這個黃金的時候 他就來回答說 富貴啊 是呀 我有看到 對 我有看到的獨自 那麼 當 佛貴 我們兩個 這樣對話完 後 他們兩個人 就知道說 這個錢 對不對 這個黃金 對不對 這是什麼 他會說這個獨自 的意思 就是說 當時的這個社會 底下的財富 是受益國家的 對不對 是受益國家的 對不對 那麼這受益國家的呢 受益人是不能去探診就對了 所以說他是獨自 但是 當然 他自己本身說完之後 後 他們兩個走過 表現了一個受益者 這個心的情情 對不對 是表現出了一個受益者 他的討厭 所以他自己心中沒有輸 那麼 走過去的時候 這時呢 日常的 在感受的一對白的小孩 聽到 說有獨自 白的小孩呢 就轉過來 那麼準備說 要來打爪就對了 準備要來打爪 可是 當他們看到的時候 是一紅的黃金 所以這對白的小孩呢 看到黃金的時候 貪心 就 這個貪念呢 他就掩蓋了他的理性 這個貪念呢 就 穿 破了他的 到底觀念 他說 這哪是獨自 剛才有獨自 我們說他 是 看他做獨自 實在有夠 猛的就對了 真是個大傻瓜 所以 這對白的小孩呢 很開心 那麼 就把這個黃金 這紅的黃金 也把他 拿回去 那麼 那麼 拿回去 之後 我們自己 一定要清楚 因為 當時 這個國家的 這個 法論的規定 老八世 老八世 是自己 不可以 輸送黃金 不可以輸送黃金 那麼 這個黃金呢 他就是叫他們 拿一個黃金 要去換 現金 所以 這個 他要去換的時候 人家輸在那裡 偷偷報官 所以 他們就讓他抓去 那麼 抓去之後 經過的調查 這對白的小孩會陷害呢 那麼 會很大呢 所以就 被關了 關進了這個路角 那麼關進這個路角的時候 那時候 這對白的小孩呢 就被破了死刑 因為 當時的法律 你自己本身 拿這個黃金 對不對 這是所謂國家 所謂法庭 所謂法庭 就對了 那麼 你違反了這個規定 所以 他被破死刑 把他準備了 就要送去 漲頭的時候 被那兒子兩個人 那麼 相對 那麼 真相心念 那 不知道要怎麼 所以這個時候 老爸就向上說 一句話說 老爸對兒子就說 阿蘭阿蘭阿蘭獨爪 所以他兒子呢 聽他老爸這樣說的時候呢 他聞到就回答說 佛道佛道 死獨爪 那麼就在這種總統之下 這個 這個 甘詹冠 是一個佛道 喔 當時的國王 是佛道的地主 所以 甘詹冠 聽到這樣之後 是他去報告風帝 報告國王 現在國王的 他說他他帶回來 帶回來 他問清楚 問清楚 之後 這個國王就說了 他說 他說 你自己本身 這順去 讓這個 黃金的獨爪加到 你知道 這就是佛道的 教法 你懂嗎 所以 這對白的兒子 就覺得很忌諱 覺得很忌諱 覺得很忌諱 所以 因為他自己本身忌諱 國王就說 好 這邊萬用你 因為佛道救了你 所以我懷疑你 以後 你也不可以 還可以去 反動用的 事情 所以 這點就 充分讓我們知道 我們人 如果去獨爪加到 那不一定會死 對不對 那麼 就算死 也死一死人而已 對不對 那麼 因為你自己去探心 去 探養人的東西 去 讓黃金獨爪加到 那個死 可能就要對 他 所以 他自己本身所受的苦 可能是 孤孤等等的 所以這呢 讓我們自己本身 那麼 我們也可以給我們一個經濟 這個貪心還是積極的財富 財富可能的病毒爪 所以自己本身如果是有政客觀念的人 你自己本身有財富 你自己本身有財富 會要拿來做現實 會要去護士人方法理性 你自己本身有財富 不知道要怎麼行 不 你覺得用財富 走向衝 走向衝 如果這樣沒有你這個煩惱 我才來替你煩惱 你才替我去普遍主愛的家 我替你煩惱 怎麼不要我快 所以菩薩 自己本身要有這個政客的觀念 一定要有這個政客的觀念 但是呢 很可惜 很可惜就是說 這個世間的眾生 一般來說 都這個貪 所以貪就是軟結案 所以有關這個道理者 我們怎麼可以運用了 法華經 法華經 叫做 庇義品 它裡面有一句話 有一句話 有一句句說 主口所因 貪欲為本 俗別貪欲無所異計 那這句句到底是說什麼意思呢 一句句話就是這個重重痛苦煩惱的境遇是誰 就是貪 所以我們已經說了貪軟結婉 如果我們把貪欲的問題能夠解決 就定義我們自己本身已經可以拔讀了 貪圖的境遇是眾生守一切貪的境遇 我們如果不先來治療這個貪圍 就無法堂好在這個貪海當中來討理 無法堂好在這個貪海當中來討理 就對了 所以這句記給我們點出說 貪欲是一切痛苦的境遇 貪欲的意思是說 人家有的 渴望著自己也要有 看到人家有 我們就去貪 那麼我們已經有了的東西 我們就想要更多 那麼這就完全表現出 起得了基本的生活手心 對不對 起得生活手心 生活所需要 這不叫做貪欲 不叫做貪就對了 這是想要想要 想要而超過了你真正的需要 想要想要 永遠沒有辦法滿足 想要是無止限的 所以這一個就叫做貪欲 人家的這個貪欲 那麼就像什麼 就像沉甲 永遠 永遠 天不定 那麼我們人不僅追求了這個貪欲 會這個當下的享受 對不對 要想要可以擁有 更多的這個貪欲的祖善 用這樣來準備 會可以永遠享受 因為你這種的行為 這種的觀念 就會參形了 這種叫做幻德幻思的 卦暗 這種幻德幻思的 這個煩惱 那麼如果說 一個女的一個女的結婚 那麼來組合了這個家庭 對不對 那麼 如果真真真 一夫一妻 所造成的家庭 這問題不太多 問題不太多 那麼 如果是兩個女的 對不對 一個女的 這種的感情 就會這麼煩惱 那麼 當然有兩個女的 一個女的 這種的感情 那麼就會糾紛無限 就會糾紛無限 所以佛道 為什麼會把我們做了 這個不消音界 這個不消音界的精神 做到的精神 就是要減少你的感情上 不要有糾紛 不要有毛环的痛苦 所以你結婚之後呢 你要忠於你的配偶 要對你的配偶 要對你的配偶 理行 道德的忠貞 就在這個忠貞 就對了 那麼這是有感情方面來講 那麼我們再照這個物質方面來講 凡是 過分地球 貪占油 過分地球貪占油 這個都叫做貪 這種的貪 不但會造成了心理上的負擔 它會為這個人間的倫理 那麼說這個不允許的 說不允許 因為它不斷的造型了 這個人的不變 它會為自己 帶來無邊的痛苦 所以人要清楚 你自己本身的心靈 你自己的心如果健康 就不會有一切的煩惱 你本身自己的心靈 如果健康的話 你不會受外在的他人影響 好 那麼你自己本身心 如果自己有主意 外力也沒有辦法能夠侵擾 那麼不能侵擾你 所以一個人本身的煩惱 一個人本身自己的問題 追根究底 都是因為你不了解你自己 你沒有辦法做你自己心靈的主人 這一點我們自己本身為甚麼要學會 為甚麼要聽見問法 為有聽見問法 自己本身心中有辦法 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你自己本身才會學會 在感情上如何來擊敗自己 在這個物質上 那麼如何來擊敗自己 你才可以真的 減少到你自己本身的痛苦 那麼在這個世界上 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人感覺說 為了自己 某處這個名利 財產和愛情的原則 這是人人都應該有的一個基本的管理 這是鼓勵到人應該要能夠力爭上游的一種動力 所以人的貪欲 可以讓自己帶來享受以及安全的保障 其實貪欲心流動的人就表現出他越不安全感 他越不安全感 貪欲流動的人就越不安全感 為他這個貪欲流動的人 他就為他自己帶來這個 帶來這種不安樂的感覺 不安樂的感覺 那麼這種沒有保障不安樂 就會為他帶來痛苦 那麼這點 我們自己先看看 我們這段目前 感情 感情上 對不對 感情上 越複雜的人 還是你自己本身的物質上 擁有越多的人 你自己問你自己看看 你有安全感嗎 你自己本身會快樂嗎 所以 越有錢的人 越愛錢 越有錢的人 越掛咧 你自己看 你自己本身的未來 然後我再也會 你自己看 就是要不安樂的面 你自己看 我自己看 你自己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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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他的兴趣给他最基本的信念之后 扶持他回归社会 那么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就是希望说孩子一进到这个地方 我们用这样子一个环境来改造他 希望能够从一个 可能未来又成为这个社会的独宠的 我们把它变成是社会有用的人 这个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目的所在 但是这份的工作 关怀的青少年这份工作 是我们大家一起的责任 这不是我一个宗教人士应该尽的一个责任 那我只不过是 正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碰上了 所以既然要做 所以我也同时期待 我们天下的父母 共同来关心 这个社会少了一个坏孩子 我们的子女就少一份的威胁跟应用 所以真正关心自己的子女 请你也关心普贤慈爱家园的小孩 整个家园建设经费庞大 非个人之力能及 因此分两个阶段 募集建设经费与营运费 在不影响生计下 只要我们付出一点爱心 就可以帮助处境堪育的不幸青少年 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结成的欢迎您加入我们 所有您的爱心捐款 我们都会妥善保存与有效的利用 使普贤慈海家园 拥有最完善的建设 让爱深植台湾 使每一位需要帮助的青少年孩子们 充满崭新的希望 佛教卫心慈悲台 每周六日下午六点到七点 播出由敬要法师主讲 清心自在节目 敬请准时观赏 红发护持画布账号 17177062 副名是徐明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好像前几天吧 前几天 这个京风抓到一个小姐 那么这个小姐啊 她是高商没有毕业 人身一组也很清秀 身体也很高挑 她专门在做什么呢 她专门在摇头泡布店里面 陪人跳舞的 那么她自己本身 将她的生死日月 自己恰恰她的生活 恰恰她的生活呢 那么她自己的男朋友 因为缓毒 风链去关 所以她就去交一个 白蕾男朋友 感谢观看